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中立社区大学 塞斯身心灵健康养生探究的课程 我是授课老师徐永长 我们来看看我们班上同学们认真的上课 用心学习的情形 校长也来给我们视察指导 并给我们肯定和鼓励 塞斯心法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大家认识自己 爱自己 做自己 创造自己的价值完成 健康快乐得过富足的人生 推广塞斯心法的机构有下面这些 台湾身心灵全人健康医学学会 新时代塞斯教育基金会 塞斯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塞斯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塞斯公益网路电视台 塞斯身心灵诊所 塞斯村 这些机构分工 务实 严谨 积极地在推广塞斯心法 塞斯心法用于医疗 许天胜医师使用塞斯心法医疗将近三十年 许医师的塞斯身心灵诊所聘请了十几位心理师 对于所有的疾病几乎都使用 塞斯心法做心灵治疗 台湾身心灵全人健康医学学会的成立和运作 他在告诉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医师 护理人员在使用塞斯心法 帮助人们恢复健康 既然塞斯心法那么神奇有效 那有没有一些实验或科学的验证呢 下面几个论述 提供给您作为依据评量 情绪地面影响健康 中医经典记载 洗伤心 怒伤肝 撕伤皮 忧悲伤肺 惊恐伤身 他说明了过度的情绪压力 严重的影响身体的健康 日本江本圣博士著作 生命的答案水之道里面 他的实验告诉我们 没有生命的水可以收到 我们对他的意念表达 并且其反应 美国汤金士汉国德所写的 《植物的秘密生命》里面 他们的实验告诉我们 植物能够收到记住 我们对他的意念表达和行为 并且其反应 情绪意念影响健康 具有生命的身体 肉体 他对于我们的情绪意念 当然会受到影响 身体纷纷描描受我们的 爱乐 痛苦或压力的影响 身为赛斯身心灵老师的我 当然是最大的受费者 我使用赛斯心法帮助我更健康 从之前的每一到两周看一次医师 到现在的每年看零到三次的医师 将医护人员用于疾病治疗的赛斯心法 把它作为我们的养生之道 帮助我们维护健康 那当然是最好的 最有效的 值得信赖的赛斯心法 赛斯心法或医师心理师 使用于疾病治疗 赛斯心法或医师 护理人员的 认同使用和推广 赛斯文化专则出版赛斯心法的相关事情 最疗愈 最养生的身心灵养生之道 就是赛斯心法 赛斯心法的学习 期待您的加入 人生的健康公正 等待您去创造